是打算拥有一大利的加富尔号轻型航母 那么张老师 韩国最终想拥有的航母是什么样的呢 能不能给我们来描绘一下 如果韩国把他将来未来的航母定义的这么两艘航母 那就韩国太没出现了 那算啥玩意 你这两艘航母不是很可笑吗 西班牙的第一艘航母 阿斯图利亚斯 阿斯图利亚斯轻盲号 阿斯图利亚斯轻盲号 那就是泰国那个航母 一万多对那么一万 就是大型驱逐舰 滴滴机一千对都比它大吨位 所以说那个轻型航母就是太小了 太小以后 湖安卡勒斯 西班牙国王的名字 湖安卡勒斯这个舰呢 跟这个加富尔号这两个舰都是一个类型的 就这两个国家都是沦落下来的海军强国 他为什么发现这个 就这么大个国家 每个航母就不像个样子 对不对 就沦落在这份上了 但是那一个航母 就光一个航母 他任务太单一了 任务太单一 他就得要是 我光一个航母 我还得两栖作战呢 登岛的 弄作小岛 万一有事 他也得登岛的 你看 那又得往上装 坦克装亚车呀 什么两栖船呀 就开始搞这玩意儿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另外又想 哎呦 我要是哪儿 强下救灾呢 对不对 又考虑强下救灾的事 那就在上面搞一个三甲医院 这两个都具备三甲医院的功能 兼有医院船的功能 对 就是他在上面的床位 相当于北京一个三甲医院 就这个能力 那强下救灾 好多集中箱 救灾物资又能够往上放 开到哪儿 哪儿遇难以后 那人也可以到上面来避难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以把救灾物资 开到那个地方去往岛上去输送 物资通过直升机往上运 救援物资啊 地震啦 海啸啦 什么的 这你看 我说了这几个功能了 航母的功能 两栖架的功能 救灾船的功能 医院船的功能 全有 就这么两个玩意儿 从韩国来讲的话呢 韩国这个国家 跟他们两个差不多 韩国要真实发展这个 对韩国真的是很有用 几个功能全有了 但是我猜想韩国 他不会搞这玩意儿 他一定会比照着 出云号 出云号多少 两万六 我搞两万八 他一定会把日本给比下去 所以说那跟 把日本比下去 那就是航母了 那就不会是这个玩意儿了 我琢磨着 韩国将来有可能 他会发展航母 就是轻型的航母 两三万吨的这种航母 可能性比较大 他真搞一个两三万吨航母 那就可以了 就上F35了 F35C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搞一会儿 也加班 然后也可以垂直起飞降落 F35就可以了 如果韩国方面拥有了 他们设想当中的 轻型航母之后 他们会怎么使用它 到这个国家访问 到那国家访问 告诉这个国家 我现在有航母了 你上来看看 我这东西多好 多牛 第二个功能 就是参加美国组织的 环太平洋军演 读到好每年都参加这个 就是环太平洋军演 出去后开了共海大洋 开了第二岛链 第三舰队那个地方参加 这样的大洋的演习 你就搞搞这个 如果说还有 那就是韩国将来保卫自己的海上交通线 如果有一天 韩国的海上交通线 韩国的交通线跟中国是一样的 三条线 给欧洲的贸易三条线 韩国呢 一条线是走 北方航线 出大嶼海峡 公共海峡 经过北太平洋 然后走白岭海峡 然后经过北冰洋 夏天以后融化了以后 冰雪融化了 走北冰洋 直接到欧洲 十天就到了 第二条航线 就是中间的经过马来加海峡 它走台湾海峡 然后走中国南海 从马来加海峡 到印度洋 然后地中海 就是 这不楼塔海峡 那就到欧洲了 这条航线 大概半个月 二十天就到了 再一条就比较远了 就通过 过第一岛电 到这个中太平洋 过了以后 走珊瑚海 地门海 就到大西洋了 三条航线 所以从远洋护航来讲 返海道 所以